中美之间的新冠战争 中美的新冠战争其实打得如火如荼 稍后才绝对和大家交代 所以我再说一次 有很多消息 内地尤其是工资也好 香港也没有 很喜欢一些东西 似乎是在走一些东西 就是中美换王 在国在武 目的就是想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 要与美西方的 我想理性点说 不要说我的看法 首先一个消息就是来自 西方媒体的报道 这场真的 中美的 所谓的 新冠战争 这个新冠战争如何打起呢 首先就是说 西方媒体的报道 中国不得了 你其实好像药又不够 人就死得多 整天在笨园那里讀 拍了很多人死亡 好像你不太好 又不肯接受西方的药物支援 就是说到中国是逆败国 或者是贫林逆败国 你还要开放春运 你知道有多少亿人吗 20亿人次 所以西方就很害怕 除了马上是对中国的入境旅客 真的要设防之外 就是这个什么核酸检测 48小时那些 骂到大风波之外 现在再做文章 这个文章的事 就是再做报道 就说真的不行 全球最大的人口移动 20亿人次 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这个春运不得了 最复杂最诚 会不会搞搞搞搞搞搞到一些新的变种出来 那怎么办呢 于是乎大家很担心 就是西方媒体 很担心中国的弱势 的社群 就是弱势的人群 就是这个孕妇 儿童老人家 如何可以安心出行 健康出行 那么这个的 认知指申来了 首先就是 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 就换了人 指挥官叫王必胜 已经再度向中国表达 互相合作的意愿 台湾的总统 快好了 蔡英文在新年说 如果需要基于人道立场的关怀 我们要提供必要的协助 帮助更多人走出疫情 但是我们记得就是 在这个新冠爆发初期的时候 大家记得 这个民主党政府就是 好像是苏貞昌 开头出来说 不要再把那些口罩 拿过去给大陆 这次又好像 换和 换和 不单止是台湾 美国也很争取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已经研发了很好的 辉瑞的新药 这个叫做 那些口罩 多到很稳定 又多 冤以援助 但是 似乎 这个是不得要领 这个中方 好像是 拒绝了 远距 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有 我们自己的足够的 药物去做 其实 美国出到 这个代理国务卿 去喊话 就是 整天都说 我们真的要帮中国 我们要帮中国 那么多人帮中国 就是换和 那么多人帮你叫换和 好 看看 我的理据哪里呢 理据就是 来自 原来 就是我们 很多东西都有备见 首先 说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 国家卫健委 做了一个新闻报导 就是这个吹风会 就是有很多的事节 很多的外力的人 包括那些记者 都知道 可以参与这个吹风会 其实这个是叫做 中国防疫政策的吹风会 这个一定要搞清搞楚 不要不断说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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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们做了黑不容缓的医疗准备 他已经承认了一件事 就是说 这次其实 将会面临这个疫情的高峰 这个高峰就会 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难免会去很多人感染 也都可能就是 令到这个死亡率 可能会有这个更加 就是这个因为你的病毒 就是感染得很快 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压力 所以就是现在14亿人呢 首先吹风会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已经是 托马一条船 我们会团结一致的 他说到新冠相关重发的病症 就是说 因这个新冠而引致重症 因为可能他的体弱 就是身体比较弱 所以他一感染到现在的新冠流感 就可能会变成重症 所以全国就是这个疫情进入新架 因为人口基数大 现在再加上春运和春节流动的影响 会有部分的地方 迎来这个疫情快速上升 这个是预算的 城市和农村同时出现感染率增长的局面 以前农村可能大疫止于川野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那个感染得很快 就是这个川野都未必可以变成 但是再说一次 现在新冠的那个感染率 虽然是快 但是他的病率性是比较低 所以他承认一件事 医疗救治的任务 在医疗挑战 第二件事 说清楚给大家知道 中国的医疗的强项在哪里 首先就是 中国的医疗制度 虽然说未必给你美西方会强 但是我们做到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看看这几个 三年以来 所有新冠患者的费用 是由国家承担 兜了底 药物这个治疗纳入医部 这个疫苗是全民免费的接种 现在新冠率的 这个病毒的病毒 会有九成可以复原 所以总结来说 就是中国一直牢牢掌握抗疫的战略主动权 好了 说回 不能不说之前 你觉得准备好了吗 在2020年出现的时候 特朗普的时代 真的有一个叫做令人敌汗的美国模式 就是说他们全部都是用私人的医疗 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兜底 也都是很不幸 就是如果你是低伤人士 如果你有了这个当时的新冠 你可能从检测到就医都比较麻烦 因为需要很多钱 要么是包咳 要么就是有一个 就是 包咳一口水 希望可以捱得过 诸如此类 所以 另外一件事 大家也记得 在当年 就是 中国也跟这个西方 在赶紧 不是竞争 因为人命至上 赶紧 是开发疫苗 但在开发疫苗里面 曾经 中国出了自己的疫苗 西方就出了疫苗 但是出了很多 大家好像说 你又不妥 你又不太行 我又不太行 香港有一些所谓的医务人员 我当时也很大脾气 说你不要再说这些东西 就是明里暗里就说 喂 中国的药是麻烦地 我用了美国 我之前说过 我说不中复的这些东西 意气的说话 没有再说 人命至上 我就说这些东西 为什么 美国新的橄榄枝 或者新的辉瑞的橄榄枝 或者这个 Poxlovic的药 给你 你不要呢 原来其实 中国是有一种新药 其实已经出了 这个就是在整个的 新闻报道里面来说 最初就是 大家不要留意 好像他都没有成事 原来就是在这个 现在就是出来了 他用VV116 这种新药 就 大家可以注意到 问这个国产新冠药 VV116 是什么呢 其实跟这个辉瑞的Poxlovic 是一样的功效 甚至没有在某些情况之下 他的治疗效果会好一点点 当然这些事情 我做过科技记者 科技记者就说 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这些性能比较 哇 你一说 譬如某个复印机 比某个牌子更加好 的话 你会突然麻烦 很多后面的技术数据 被告到你死为止 所以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这些事情 只有一点 就是我们看新闻报道 就是说 现在好像用Poxlovic 某些的表现 可能又不够VV116 不过VVL有某些方便 譬如他实现 可能是否未必达标 那说来说去 就是说 现在中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在这些情况之下 中国有这样的抵气 或者有这样的理由 就说 其实我们也够用了 如果你们辉瑞 有这么多的Poxlovic 有多的话 你留下来自用 或者你可以给其他的不同国家 因为实际上 说回给大家知道 就是过往三年的防疫的成就 这次在春风会里说得清清楚了 中国除了救自己的人命之外 有预逆之下 我们也帮助人 那他说到 首先就是说 现在中国有13款新冠疫苗 在中国批准使用 走过四条结束路线 之后有不同路线方向的药 也有13种 所以除了我们的人群有90%接种之外 我们在国际交流科比 也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数千亿件的抗疫物资 向100多个国家的组织 提供了22亿的新冠疫苗 所以说 在这个这么红厚的情况之下 你是感上天化 给你一些新药 但新药是一个新冠战争的 一个认知作战的 包含里面的一种 叫做伊勒佛黑马 木马 即是说 大前来说 你中国的药就不行了 中国的药不足够 中国现在目前是有问题 但是很清楚告诉你 现在我们已经有这样的 足够药的实力 有这样的情况实力 留下你自己用 美国死了110万人 当然你说 美国死了人多 经验多 你知道吗 美国用一把十一条人命 用一个医疗崩溃的结果 总结出来一个成果 帮你中国 还不是跟你缓和 何需要这样 很多公司似乎有 口气所说 你似乎好像有攻击人家 因为现在内地的信息很乱 突然有些人就说 灰水不行 我又不送他 那别人就拿着你 你那班是什么外国大V 就是 你在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弱的东西 技术的东西 我做过的记者 试过 甚至要说 某个影韵机 是比某个影韵机 真的 很麻烦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数据是怎么 人家跟你说 我这样试 我比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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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 所以弱更加不敢说 但如果很希望看到 中国原来是有现在 跟辉瑞的科斯老皮 是差不多的医疗 效果的药出来了 首先 我代表中国是心灵 美国需要的话 你多团一些 我记得新冠病毒爆发初期的时候 美国是几个孤寒 把所有药团积 加拿大也是 原谅都不会 发展中国家 非洲国家 当时真的一跃难求 但当时是性最强 人命最关键的时候 比西方 很痴于援手 现在我看到的新闻 三天一次 两天一次就说 我们帮你练台湾 我们这个省 都突然间对中国共挂念 称之为 如果你有需要我帮你 你干什么 帮我们中国呢 在大陆呢 在大陆方面来说 都是说心灵 我们都会记得 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 台湾多么宝贝自己的 所谓的防御物资 包括这个口罩 还记忆犹新 新闻需要有记忆的 就是要我们不停说 不然 你以为自己接收了新闻 其实明天你就不记得了 你记得新的新闻 你以为这件事 这个世界其实很和平 为什么中国在这么横幻 说要拒绝别人的支援呢 作为如果是一个叫做 我们要挺中国 就是我们需要爱国的一个理由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不是盲目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药品 所以我们要建议的新闻 还有你建议的春运 就是一定要开栏 那我们有什么准备 虽然我们知道压力大 那春运呢 其实在后面 有很多社会的需要 大家的希望 总之一件事就是说 总结不了也好 就是说我们要对国家有信心 信心 现在是最强的达效益 尤其是这个新冠战争 很多人不专心 就是包括这个美西方 集体呢 就一直 除了说 你们是急转弯 你们是没有缓冲区 和你们一个叫做 低度不善之外 也都是药物不足 那现在就 读仰了 已经是否定了 那希望大家 也都是要 抱着这个信心 就来开关了 希望大家也很踊跃 希望两地交流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 十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十分钟 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 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十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 十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